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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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商圈Go 美珍 我今天帶你來到的是 金門非常有名的食造牌坊 你看 這樣子是幾集古蹟呢 幾集喔 這是我們國家一集古蹟 紀念我們江浙總督邱良公 她的母親在她周歲的時候 新生購士 然後所寡28年 泰國古時候沒有這樣子的 包揚這樣的女性 沒有 像這個商圈有這麼豐富的 這個歷史文化之外 那商圈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呢 這個 我們這個商圈是非常傳統的 在我們這邊有魔幻街 一個巴洛克的一個傳統建築 那聽來我們這是迫不及待 要一起去商圈Go 既然來到金門 不得不提到當地的守護神 豐師爺 而且當地有年輕人發揮創意 將豐師爺做成食物 豐博燒 好可愛喔 你看 老闆 這個跟一般雞蛋糕做法 有什麼不一樣 這蛋糕的外皮是 我們用那個真的是蛋糕的外皮 的做法 它那個原物料很多 然後而且我們這次又是有包 那個用金門鮮奶那個製作的內餡 我們這個的速度的話 目前每10秒就會烤出三個蛋糕出來 好香喔 蛋捲耶 這個太果魚也有啊 不一樣喔 我們這個有獨特的一味喔 是什麼啊 你進來體驗看看我再告訴你 來 這個先打開 對 把它往上推 兩球嘛 對 把它稍微往下一點點 可以 稍微壓 輕輕先放 輕輕先放 好 切開 對 15秒到了 到了 欸 我的 梅珍 梅珍的黏住了 來 大小不一耶 你看它的粗細不平均 梅珍你拿起來看 不會啊 我們第一次操作已經太厲害了 我們的第一次蛋捲出體驗 來 坐好了 我們來吃看看喔 好 有些蛋捲是很蓬鬆 然後感覺空氣很多 又比較薄耶 這個真的很紮實 會雞腰喔 就是我們家這個獨特的高粱米 因為高粱米它是屬於五谷裡面 其中之一 那這個磨成粉 它有它獨特的那個弱性 就會展現出來 緊接著我帶著美珍去買金門的特產 泡蛋做的菜刀 我跟美珍第一次近距離看師父做刀子 從切割蛋殼 加熱鍛鍊 鋼刀打造 刀跟切割 研磨拋光 到最後的入餅 天啊 不到二十分鐘 一把手工鋼刀就出爐了 除了刀子 金門的特產還有貢糖 除了傳統的花生酥 豬腳口味 另外還有創新的丁香魚口味 裡頭包有花生 蔥 辣椒 多層次的口感 吃中的順口喔 試吃完後熱情的老闆 還要親自帶我們體驗做貢糖的樂趣 好 給他們玩 來 用跑的是不是 好 那我都看麵刀 還是來 你不要搶我的 見夠嗎 老闆 夠了 太夠了 太多了 趕快包 真的很難耶 要這樣 壓 壓 妳身體要往前一點 小心妳的手指頭 好 刀就斷 俐落的刀工 對 有點硬硬 怎麼那麼大 是不是我們時間的關係 沒有抓好對不對 對 但它要冷卻以後才會輸 啊 民視新聞黃金以公眾議 金門採訪報導 按照